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知教育 我当校长的时候 我们自己做一次节目 我自己去教 我当校长是接通识的老师 因为我完全认同通识科的理念 香港教育界在2009年9月开始实施的教育改革 重点是推行334学制 随着科程结构转变 教育局也推出各种新科目 给学生报道更多实用科程的机会 以改变饱受救病的铁鸭式教育 其中引入通识科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 通识科鼓励学生学习思辨能力和思考方法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指导直接关系到教学成效 在近乎不受限制的教学空间中 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思考成为关键 其中过分强调批判性思考 在内容偏颇的议题选择之上 加剧将通识教育推向初中的另一面 我收到我在太古城 收到一个市民的投诉 他的弟弟是一间叫全湾一间学校的 他说那个老师上课 不会教几句书就骂一次警察 他很害怕他的小朋友 将来变成仇警 我们立法会是在了解中 有很多老师本身就是仇视国家 是推动反对政府或者仇视警察 那我们就已经是收到 立法会收到很多投诉 很多教材 教科书是有问题的 是很偏颇的 是灌输 向年轻人灌输一些 国家是落后的 国家是打压人权的 我们不认同做中国人 或者是警察就是黑警的 过分暴力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出在课程 出在政府采用所谓后本管理 就是尽量推卸责任 出现了大部分教师 是对国家很负面的 而且在课室里面是没有纪律的 任他说什么都可以 因为我跟教育局讲过 香港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Dr. Joseph Lowe 他有一个critical thinking website 都说明critical thinking 不是说去攻击人 是要懂得有逻辑 懂得去分析一些理据 我十几年前已经向教育局指出 他们的翻译是翻译错了 他亦做批判性思考 变了很多学生以为批判就是思考 一定要有批判精神 其实这个critical thinking 意思是深刻的 深入的分析 critical analysis 我们的学生被误渡了多年 以为他们一定要批评人 攻击人 就是符合critical thinking 如果我们打开课程框架 会看到其实每个课题的名题 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问题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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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样都是问题 我相信这个问题 不是一个question 是problem 所以我相信学生这样锻炼了三年之后 其实在他们眼中 看国家 看香港 全部都是problem 我认为是比较 这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先确到 也是很根本的一些 一些政治理念的 一些议题 你要要求一个 十多岁的一个学生 来做判断 这个是 我因为是不恰当的 有些事你就要告诉他 就有是非嘛 这是对的 这是错的 你不能说凡事 我们不应该替学生下这个结论 就是对还是错 你应该让学生自己来 来做这个不行的 任何科目都不可能是这样的 你去教书 你只是教西方讲的中国威胁论 你不教不去讲中国的成就 灭贫的成就 你是不平衡的 或者是那些老师在班房里讲 公民抗命 违法达意 但你没有看过真正有关公民抗命 英文的civil disobedience 经典 原创原著的经典 你是教错学生的 因为我们的终審法庭 是判那些占宗案都讲了 公民抗命的精神 第一就是要非暴力 第二要接受惩罚 现在你看看不是吧 无论占宗也好 反修例是很充满暴力 而且他们不愿意接受惩罚 要求特赦 那些老师都没读过经典 这班老师是没有读过经典 绝大多数没有读过 如果你要推广西方的民主自由 你是没有读过真正人家西方 一流的经典 你怎样教学生呢 和其他科目相同 通识科以考试形式 来衡量学生在这门科目的表现 相对教材和老师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更具有指向性 虽然香港政治 在通识科课程中 只占了十二分之一 但从2012年起 通识事件连续三年必答题 都含有香港政治 无形中让香港政治成为学生 温书被考的重点和难点 也都让学科政治化 考评局每一个科目 是科目的经理 科目的经理 是负责孔筹 如何出题 他请哪些人出题 出题的范围是什么 这些题目可不可以通过 这个科目的经理是主导作用的 所以通识科的 我不知道 肯定现在通识科的 考评出的问题 这个科目经理是要负责的 在考试的指挥棒下 香港学生更挂着社会时事 政治制度 和不同政治派别的观点 而这些议题都难以避免 受到部分乱港传媒的扭曲报道而影响 还有就是没有国情的教育 虽然政府花了不少钱 在国情教育 国情教育已经推动了十几年的 国情教育委员会 特别是2003年 反国安条例游行之后 政府已经成立了很多国情教育 推动的小组 拨了款 钱就花不少了 但成效是很差的 我其实的建议就是希望 将通识科里面 一半的 至少一半或以上的内容 是中国历史和香港历史 尤其是以近代史为主 以及宪法和基本法 以及中国的政治架构 以及香港的政治架构 以及一些合适的政治理论 就在通识科里面教育 真是加强 加强学生对历史的形式 以及减低他们很多事情的误解 现在有很多人将通识科和品德教育 甚至基本法教育 混在一起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通识科教学生思辨 他要看正反的论点 然后他自己说出自己的理据 但有些 譬如道德教育 或者基本法教育 其实思路不是这样的 有些事情是对就对 错就错 不会说你正式方面来说也行 反来说也行 就是不可以的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 应该还有一些正确的 道德教育和基本法教育 这个就不应该由通识科去做 或者被通识科将它做完 那是会出问题的 内容偏颇未经审核的教材 自由度过大的科堂 教师对批判性思考的错误性理解 缺失的品德教育 以及充斥政治化议题的试卷 这些现实问题涉及到 几乎所有的香港教育持分者 如果要改进过往22年来的教育工作 首当其冲 就是解决存在已久的校本管理问题 在下集中 我们会集中讨论校本管理问题 敬请期待